记者黄旭磊高雄报道 暑假期间 琪儿学游泳刺激脑部 锻炼肢体并学习团体生活 高雄市社会局无障碍之家自闭症日间服务中心 7月开办琪儿游泳课吸引17人报名 琪儿与水中漂浮 敞开心胸与同伴互动 并经教练母鸡带小鸡搭肩漫步 训练身体平衡及协调性 身心都能放松 承办人员说 琪儿习惯在家自闭 不喜欢动态活动 而游泳从趣味活动开始 既轻松又快乐 刺激脑部又提升能量 琪儿阿庆初期对谁有恐惧 在教练带领下体验漂浮 学员看见成功经验纷纷模仿 而小贤在泳池喊怕 原拒绝活动 经教保员鼓励放松身体 尝试从潜水区走至深水区 无障碍之家表示 市区约有1400多名自闭症患者 水中浮力减缓运动伤害 比路上运动更适合 而先天脑部功能受损引起语言 认知等障碍 科技有水中活动刺激并提升协调性